那麼繼續來掌握的是一些財經話題 包括台積電跟大力光下午同時舉行 法說會 繳出的成績單為何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千涵 好 我們先來聚焦一下這雙網法說會 對於台北股市以及各個產業 他們的代表性 都是要看這兩家了 特別在於台積電護國神山的部分 今天大家下午都在秉析以待 台積電的法說會 到底給大家什麼樣子的成績單 是好是壞呢 我想有參與到這場直播的話 大家聽雖然全程都是英文 可是隨著及時不斷的出來 就可以看到台積電 他在第二季的營收表現有多好了 我們就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台積電的第二季合併營收 是來到了5341億 創下了單季的最佳表現 而且如果你把稅扣掉的話 稅後存益不僅是季增 也比去年的同期成長了76% 換句話說 台積電在4到6月的時候 一開門做生意 每一天的話開門就賺了26億元 這個獲利真的是相當的驚人 還有在第二季的EPS 也就是美股 存益的部分呢 這邊可以看到是來到了9.14元 毛利率更驚人 逼近了60% 跟營業利益率是雙雙創下了歷史新高 所以這場第二季的台積電法說會 可以說是爆了一個佳音報喜訊了 最主要的話台積電說 他們是受惠於高效能的運算 還有物聯網以及車用電子的部分 其中在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包含像是5奈米 佔了他們銷售金額的21% 7奈米的部分佔了30% 可以說這兩大先進製程呢 就佔了超過五成 也凸顯台積電現在在國際上面的龍頭地位 依舊是No.1的 另外的話我們就要來觀察啦 如果是未來的話呢 第三季公司預估 還會比第二季更好 毛利率跟營業率都會維持在一定的水準當中 只是現在市場上面的氛圍是比較偏空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通膨還有升息的影響之下 通膨會影響到什麼 你買民生消費物資 你可能都覺得荷包有點緊縮了 更何況你是要換機槽 比方說換手機換筆電這些消費性的電子 你可能就會稍微停看 停 所以在整個下半年 消費性電子受到通膨的影響需求 目前看起來是有下滑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總裁魏哲家他就說了 雖然現在庫存正在修正當中 但是公司也已經準備好了 要來面對這段不確定的實體 他們要共體時間之外 也重申今年的營收會成長30%的目標 這是不變的 對於公司來說 短期跟長期台積電都充滿了成長的信心 不過其實之前台積電在法書會上面 也有預期說 今年的資本支出 也就是投資在設備 設廠這塊會落在400到440億美元 公司最新回應說 預計會比較靠近在400億美元左右 也就是說有一部分的錢 可能會遞延到明年再來做資本支出的部分 而今天台積電的股價也上漲了 當然是因為國安基金也有進場 互盤的關係 所以也激勵台積電今天是收在475塊錢 再來第二家是誰呢 當然就是大立光的法書會了 大立光的法書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知道執行長林恩平 他就是一棵老實樹 每次在法書會上面都會帶給投資人 很多很老實的話 好他就說好不好 他就真的說的很不好 那這次第二季的表現又是如何呢 可以看到大立光的毛利率是來到了55.8% 明顯的回升是比第一季來得更好的 稅後存益雖然是季減了一成 可是也有年增了67% 第二季的EPS37塊錢 預計呢 加起來在上半年的話 每股是賺了78塊錢 但是大立光當然第二季的營收 其實是季減跟年減的 大概幅度不大就是4-5個百分點 可是第二季的營收還是創下了 2018年第一季以來的新低 最主要大家記不記得上半年 遇到什麼樣子的黑天鵝 包含像是大陸封城 供應鏈不順 還有中端的消費市場疲弱的衝擊 可是可以觀察到 第六季感覺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轉折 大立光算是連續16個月 他的營收年減之後呢 在6月份首度恢復成長了 這對他們來講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下半年的部分可以看到 蘋果還有一些安卓的新機 陸陸續續會推出之後 預計整個大立光在7月的拉貨動能 會比6月份來的更好的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大立光的執行長 林恩平他是怎麼說的 包含像是7-8月 因為新機要發表陸續推出之後呢 業績都會逐越的來成長 但是我們說他是老實數碼 醜話也說的很明白 他坦言呢 目前供應鏈的問題是庫存比較嚴重 庫存太多了 那庫存的問題 他認為也會越來越嚴峻 受到需求降溫 他說案子雖然變多 可是呢 現在普遍上看來 客戶普遍悲觀 所以在下單的量也有減少 看起來法術會是喜悠參半的 但是這個大立光的股價最近非常的強勢 等於說在法術會之前 胃炎先轟動了 因為6天就漲了超過12% 大立光也在這個月重返了他股王的寶座 以上是這節的財經資訊 XO醬不簡單 他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嘗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醬 好 掃描這個QR扣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定基於XO醬給帶回家